第37到第39題 第37題給我們三個三四圖 上四圖的右下角有一個缺口 右側四圖左上角有一個缺口 所以 我們這個題目 沒有任何的斜面 所以你看外形通通是四四方方水平跟垂直的線 所以我們先用這個特點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答案 顯像3跟答案顯像4 答案顯像3這邊有一個斜面 所以你從上面看下來就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但是我們在任何一個三四圖的任何一個前四圖上四圖右側四圖上面 並沒有任何一個三角形 所以 這一個切的這個三角形的斜面 這個平面就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 他跟我們的題義不混合 所以答案是3 答案3是錯的 那答案顯像4 他這邊也是有一個切的斜面 所以你從右 從左下角到往右上角看的話 這個地方 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那麼三四圖裡面沒有任何三角形 所以這個 跟題義不混合 好那接下來就是剩下 答案顯像1跟2 那答案顯像1跟2看起來很像 那麼這一題 因為答案1他有轉個角度 所以有時候不太容易 判斷的出來 不過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三四圖裡面 我們用 前四圖的這個 上面這個 矩形 這個長條形 那麼看一下 答案1也有這個長條形 答案2這邊也有 那麼 如果以這個方向來看 我們要從這個方向看過去 那角度要稍微轉個方向 所以你看他的缺口在右 在右邊 在右邊 是在這個 從這個方向看過去缺口在右邊 所以跟上四圖這個缺口在右邊是吻合 那從這個方向 從 如果答案 顯像2的話 你要從這個方向看下來 人家想在上面這個方向看下來 我看下來的話這個是在上面沒有錯 但是那缺口在從這邊看下來的右下方 但是我們上四圖的 提議 是在 我剛剛講錯應該是從這方向看過來 他的缺口在左下角 左下方 那根本的提議不穩的 提議這邊的缺口在右下方 所以答案2 應該是不對的 那答案1他沒有按照我們三四圖的方向來擺放 所以 你在判斷上會有一點磁力 所以 像這種題目就是要特別注意 好 所以我們答案1是 我們的答案沒有錯 只是說我們在判斷的時候要稍微轉個角度 好那為了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依照三四圖的方式去 畫出來的圖形 大概是這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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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這邊是 又從上次看下來這邊有個缺口 從前四圖看過去這邊是一個極形 在立色標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題目是把它轉角度 大概轉到像這樣的角度 轉到像這樣的角度 所以他轉了一個 角度 所以同學的判斷上 是比較困難 不過應該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 那所以真正的 按照題目的方向 是這個形狀 那他就是把它轉一個角度 大概轉到像這樣的角度 所以這個 在判斷上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再回來第38題 第38題 我們的特徵 我們前四圖這邊都是一個 類似L形 但是 這尖端 左上有這個尖端 上四圖這邊也是個尖端 所以 這種題目的話 就是說 這個L形有尖端的這個L形 他是一個斜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的選項 答案的選項 A 1的答案 這邊有一個L形 也是尖端 2也是這邊有 答案3的選項這邊有 答案4 但是他沒有 他這邊是一個只有一個斜斜的 一個平面 所以答案4的選項是錯誤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他的主要的區別的不同 答案1 答案2跟答案3 他的區別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前四圖 前四圖 前四圖的左下角 跟上四圖的左下角 都是一個四方形 所以我們 答案A 這邊是四方形 答案2 這邊是四方形 答案3 這邊三角形 所以答案3 就跟我們的 前四圖的這個 左下角 這個四方形的 體力 不吻合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說 答案 1跟答案2 他的主要不同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那 我們看一下答案 1的話 其實這邊這條線應該是不存在 因為他如果做成一個斜面 這邊斜面 這一條線應該是不存在 所以這個立體圖是有問題的一個立體圖 那其他的形狀 你看答案1跟答案耳朵一樣 只差這個地方 答案1是從這個地方 整個切到這個角落來 這條線是不會存在 是不會存在 所以 吻合答案2的話 吻合 我們的前四圖這邊有一個斜線 所以應該是答案2才是我們正確的答案 答案1 跟體力不吻合 所以我們的真正的答案是答案2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39題 那第39題我們看一下 上四圖是有一個L形 有一個L形 好那來看一下 答案1有一個L形 不過 他的方向跟我們的方向相反 跟我們的相反相反 所以他是不正確的答案 那答案2看起來也有啦 這邊有一個L形 好 那答案3這邊沒有L形 L形在 在這邊 他是離最右 最後面這邊有一個有一段距離 所以這邊還多一個 平 就是多了一個矩形 那我們這邊 上四圖沒有多一個矩形 直接在邊邊上就是一個L形 所以這個跟我們T不吻合 好那答案4 這有一個L形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是答案2跟答案4 是我們可能的答案 那這兩個的主要不同 就是答案4這邊是一個水平面 這邊是一個水平面 這邊是一個斜面 那我們再用前四圖來看 前四圖來看的話 這邊是個L形 這是一個G字形 然後答案2這邊也是一個G字形 所以看起來都很接近 所以就是要用上四圖來判斷 上四圖來看的話 這邊就是一個 視角形 是一個長條形 就是一個 橘形 好那門 上四圖從這樣看下來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小的橘形 然後在這邊會多一個L形 這會多個L形 那我們的上四圖這邊沒有一個L形 這邊是 一個 一個大的橘形 跟右下角一個小的橘形 所以這個跟T1不吻合 因為這邊是有L形 跟一個 小的 四方形 所以這跟T1不吻合 好那我看答案4這邊是一個 比較長一點點的橘形 然後右下角是一個比較小的橘形 所以跟我們的T1這邊是吻合 所以我們最後的答案是 答案4 好那這是第37題到第39題 得解說 然後簡討會自己 練習一下 谢谢大家